简单,但是非常凉快的穿搭 那我先介绍一下这一整套的资料 上衣的话呢,是上衣跟 上衣是日本品牌的 然后总共有五个颜色 尺寸从S出到LL 那我现在穿的是M号 那它的颜色有白、深蓝、绿、摩卡跟萨克斯蓝 那我现在穿的是萨克斯蓝 然后呢,裤子的部分 裤子呢,就只有这个颜色 然后裤子的话,它的尺寸是S到XL 那我现在穿的 我刚刚忘记确认了 应该是L号吧 好,我等一下确认 那它的颜色就这个深蓝 这两件呢,它们都有它们的特色 就是如果你是非常怕热的人 跟我一样,就是超怕热 你会很喜欢 因为呢,上衣 它的特色是抗UV 然后它很速干、快干 然后它是防臭跟凉杆处 凉杆的触感 就是它的布料是特色的 有功能性的 那裤子本身它是主打-3度C的凉杆裤 然后就像我刚刚在换穿的时候跟你们讲 它非常非常的薄 就是真的是夏天 在...就是夏天韩国都会出很多这种凉杆裤 你有如果有穿过你就会知道 它们真的是牛仔裤里面 就是很像是衬衫感的那种存在 很薄 那它的弹性呢,也非常的好 而且吸汗又快干 所以这一套呢,是长得很优雅 可是呢,专门就是穿来容纳你的汗水 让你在大太阳下奔跑 因为它们两个都是非常有功能性的款式 那我们先看一下我身上这一件衣服 这件衣服呢,虽然它的机能性让你会觉得说 好像是什么运动户外品牌的款式 可是呢,它的设计是如此的优雅 它本身呢,是像这样 你会觉得它有点像雪纺的布料 但又有点不一样 因为它是那种快干排汗的 那袖子呢,是做这样漂亮 有点垂坠感的 好,所以呢,手臂有穿M-House 完全不会有紧的感觉 肩膀呢,没有特别的垫肩 然后有做肩线 以及呢,它最漂亮的就是它的领口 它的领口做了这样子 有一个小金属的设计 所以如果你今天没有戴项链 它也会让你有一种 诶,这个人很认真 有小细节的感觉 然后它做的这个门巾是 这样子两排的感觉 有一点点中式的风格 所以这件我觉得它算是 我穿M-House呢,都是舒服 空间很多 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身形是胸37的话 或是臀40穿M-House 我觉得就可以了 完全不会有那种很紧身的感觉 我觉得蛮刚好的 如果拿L的话,我怕会太大件 那长度呢,都是可以遮小腹 背面呢,遮腰间肉 这样子 然后我现在是单穿啦 所以你看呢,它是不太会透的 安全的 我的腰围是34寸 给你参考 腰34 中腰34 高腰31 好 所以这件呢,还有很多颜色 而且尺寸也是蛮齐全 你们可以稍微去看一下网站 然后我身上的这件裤子呢 它是主打 负三度C 两感裤 那我觉得韩国的这种裤子啊 真的是 没人能比耶 它本身是非常轻薄 而且弹性 很好的 免良 它的弹性 非常的好 所以呢,就是 我觉得它穿起来是行动力很好 然后它的厚薄度呢 你看哦 五分 大概才1.2 1.1左右而已 就是牛仔裤可以做到这么的薄 真的是很不容易 然后它的设计呢 就是 扣子拉链 然后口袋的深度是适中的 这件的话呢 我去看一下我穿什么尺寸 真的是 非常困难 你们等我一下哦 你可以帮我看我穿的 你自己穿的吗 我完全看不到 在这里啊 L 谢谢 不好意思 我看到了 我白痴 我现在穿的是L号 那L号呢 我的穿感是腰 你看铜肩是还有 它的腰是这种 内包松紧带的 然后整个腿的感觉是 宽 还有一点空间 不会有很紧的感觉 可是包覆性是还OK的 你看它是有点小皱皱感 但是都还可以拉出很多的空间 所以这件我觉得 如果你平常是L到XL中间的女孩 你可以拿L号就好了 就是 因为它弹性太好了 那侧边的修饰度给你们参考 像这样子 而且呢 给你们看 它的这边还做了一个 猫咪的小设计 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 我觉得Yabi 应该是因为这个猫咪 才带这一条裤子 超可爱的 好 你们 那个两感裤的部分呢 就是我只能跟我穿过的两感裤比 所以呢 我今天 好像没有穿到你说的那一件 所以你可能要问一下小帮手他们的比较 对 弹性非常的好 所以起立蹲下都没问题 非常的凉快 那这一套呢 就是非常适合通勤 然后如果你常常在户外 可是你依旧想要保持优雅跟非常棒的活动性 这一套